8月28日,胡幸儿带着自己的儿子和胡定仙、黄之门等闺蜜聚会。 胡幸儿的儿子胖乎乎得十分可爱,跟妈妈的脸型很相像,小家伙儿还时不时地偷瞄边上的漂亮阿姨,不知道她看上了哪一个,她值得拥有一个好的爱情。 胡幸儿,曾说过一段每个女孩都十分认可的话,我的前前任和前任都很棒,她们一个叫我做温柔的女人,一个叫我做成熟的大人,但我更爱我的仙人,因为她教我做回小孩。 胡幸儿的前任是黄宗泽,那时候,大家都以为她们一定会走到最后,胡幸儿,26岁时跟黄宗泽主演电视剧《我的野蛮奶奶相熟》。 在黄宗泽的强烈追求下,她们把爱情从系里延续到了系外,不知从何时起,胡幸儿的名字开始平凡,得跟黄宗泽的名字混绑在一起。 但她们也都只是一笑聊之,六年后,胡幸儿已过了耳力之年,她渴望婚姻。 就像刘涛曾经说过,女人三十岁吃个坎,过了三十岁也许,她就真的不想嫁给你了。 于是,胡幸儿忍不住了,在TVB版奖礼上,她获得了试后。 在舞台上,她选择公布了恋情,我有很多缺点,你很难忍受,你也有很多缺点,我也难忍受。 但希望接下来,我们能够继续一直忍受下去,这又何尝不是胡幸儿,再给黄宗泽发射一种信号,我想结婚了。 黄宗泽一直没有回应,再加上她的花边新闻不断,胡幸儿选择离开了她,她有一颗漂泊的心,而她只是想有个稳定的家庭,她给不了,于是他们就散了。 胡幸儿花了三年的时间走出来,她遇到了能给予她避风港的李承德,李承德是缺爱人,是猎头公司老板,很快他们就结婚了,有了个可爱的儿子,之后,无论何时看见胡幸儿,她的嘴边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婚后,胡幸儿和老公李承德,非常喜欢跟网友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,有一次李承德分享了一张胡幸儿的照片,却引得网友心疼不已,主要原因,就是胡幸儿的发际线过高,好像有脱发的症状。 胡幸儿还特地出来二位网友们,其实我的发际线一直都这么厚,只是大家没注意到而已,大家不用害怕,孩子照样可以生,曾是TVB当家花的,后转战中国内地胡幸儿,是香港科技大学生物系毕业,大意识参选香港小姐,获得了季军。 后转战TVB,TVB有一班陪她,胡幸儿也一直很努力,她为了符合电视剧《肥田喜事》中肥田的人物形象,一天吃六吨,在短短52天之内,增加36斤。 这对于女演员来说,牺牲是巨大的,之前胡幸儿一直觉得没什么,但直到今天她才意识到,因为脂肪细胞已经膨胀了,所以她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受回来。 所以这些年来,她一直在积极健身,因为这部电视剧,胡幸儿获得了很多奖项,也被观众所属制,之后她又主演了《怒火街头》《万皇之王》《醋娘子等营视剧》。 2015年,胡幸儿和TVB约满不再是A,她开始转战内地,她看婚纱店,录制综艺节目奇妙的朋友,她演电视剧《那年花开月》证人,在这部剧中,她饰演的大小姐胡勇梅坏得很悲惨。 胡幸儿表示自己演得很爽很起劲,观众也看得十分投入,因为这部剧,胡幸儿被中国内地观众所熟知,胡幸儿如今已经39岁,如她所说,她的老公把她宠成了个孩子,她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上面,生活得很幸福。